我們先來聽樹林的故事好不好 好的 來 第一個是什麼 小歌迷 真的 你是他的粉絲 我超喜歡聽歌唱歌的那時候 我一開始是真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 而且是在TVBS看到的 他那時候燭光晚餐 然後我那時候一聽 你知道在家裡摸都摸一些 然後哇塞 這個聲音也太有磁性了吧 這是真的 我就覺得好好聽 我就開始上網一直查 然後就想說曹哥 我還問我朋友說 你知道最近有一個新的歌手 叫曹哥嗎 他們說誰啊 不知道 然後我就瘋狂的 我就說他歌很好聽 就一直叫人家幫我買CD 還是幹嘛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去墾丁玩 然後我們六個女生一台車 就在那個阿力海產 墾丁的阿力海產 你知道阿力海產嗎 對 大門口 然後我們剛好要停車 結果她剛好下車 她要去拍數道五的MV 然後結果一到那個大門口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就說 那個不是你喜歡那個什麼曹哥嗎 我朋友就一直拱說拍照 然後我就很尷尬 就想說 好啦就拍一張照 然後就在阿力門口的那邊 兩人都很尷尬 那時候還不認識 而且離好遠 也超尷尬的 就一大清早的 然後就發生這種事 然後後來回台北 就意外在夜店的時候遇到她 又遇到 又遇到 然後我朋友又來了 就說那個誰在隔壁 我幫你介紹一下 怎麼那麼有緣 對啊 很有緣 然後第二次就換了電話 對 然後後來 這很有緣 對 然後第三次就 她就忽然半夜 她就打電話給我說 妳現在要不要飛香港 我說蛤 妳是什麼 妳 然後我想說 也太怪了吧 三天 就打一通電話 然後就問人家要不要去香港 就直接叫妳飛香港 對啊 機器追人家都投直球 真的 然後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然後想說 我就說 不要飛香港太麻煩 那不然我們去看夜景好了 這是派題了 這是派題了吧 我問妳 那她有租直升機 帶妳看夜景嗎 沒有 我還是帶她去看夜景 結果是一看不得了 我從夜景看到日出 哇 對 然後就 我還記得那時候很好笑 因為很尷尬 因為我也是蠻ㄍㄍㄍ的 你知道 然後她就是 她也蠻ㄍㄍㄍ的 可是妳知道就是可能 因為她是我最喜歡的山 就是晴天鋼 然後就很美 然後就你知道天氣有點冷 然後她就問我說 妳會冷嗎 沒有 我沒有 沒有 我不是這樣的人 然後就第一次的 我真的不是 剛剛我有補充 那一下我沒有說 妳會冷嗎 沒有 不是說什麼 妳會冷嗎 沒有 我記得 我坐在那邊 然後尷尬兩個人沒說話 就看著太陽慢慢的伸出來 然後我就突然轉正看她 我就說 我好冷喔 妳可以抱我嗎 然後她就 老婆記性比較差 反過來的 怎麼我沒問題 對 我忘了 反正就是那一天晚上 就是第一次擁抱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就 就只有擁抱 一定的 我跟你講 她們兩個都是開創星座的 開創星座的人很慢熱 她們這樣已經算很快了 真的 對啊 已經從夜景看到日出了 然後就 心滿意足的就是下山了 好 再來 不過兩個都還記得那個時刻 我就 這就很感人 這很清楚 這很清楚 這坐在這邊十分鐘就看得出來 對啊 這個真的是 因為她是那種藝術家個性 然後我就是那種 大辣辣 少跟金的那一種 所以我們兩個 妳是母牙 對 我們剛開始就是 相處的時候還滿痛苦的 真的一度痛苦 到你知道在晚上要垂枕頭 但是我很開心遇到她 因為我覺得 以前我太天真了 不知道原來世界是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遇到她 所以才激發我更多不一樣的面向 因為我跟她是相差非常大 她是天真覺得一切都是很美的 那我是一直覺得世界都是不好的 對 是完全是相反的 巨蟹比較憂鬱 會嗎 巨蟹 想事情都是比較偏 有一半其實我也滿想到黑暗面的 很黑 超黑 所以才有那麼多 你知道 作品 對 最失戀的人寫最多歌了 對 現在過得太幸福 有沒有影響創作力 沒有 我的新專輯 應該是過一個禮拜就要發了 OK 它就叫寂寞寂寞不好 寂寞寞不好 寂寞寞不好 結了這麼久才發現寂寞寞不好 你現在一直唱寂寞先生 一直OK無所謂 後來就不行了 幾乎一個人過 其實還是滿可惜的 如果可以有人陪伴 你這樣講 對新美姐來說很不禮貌 很多人陪伴的 對啊 你 你只有一隻貓 好寂寞 老塔 是真的只有一隻貓 是不是 而且那貓已經被我訓練到 也會睡人的枕頭 這樣子 好 那怎麼辦呢 差異這麼大 個性 可是樹林覺得差異大 反而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對 是真的 而且我很慶幸 我有時候現在回頭看 我很慶幸說 我嫁的是他 因為他 他 他可以讓我做我自己 這很重要 對 所以我在他面前我就是 這樣子 我會常常跟他講說 讓他不要限制我 就是你知道 他管太多我會生氣 你會管樹林 管死 那個不是管 那是關心 例如 舉例 舉例他跟你們去日本對不對 那我其實沒有要求很多 就是 上了飛機 到了日本 下了飛機安全的 就傳個簡訊來 跟我說就好了 對對對 結果沒傳我就擔心啊 我就一直打 然後打電話 又不接 不接我就 會一直打 可是其實打完之後 他說安全到了 其實就那幾句就不好了 沒有 沒有 可是我會覺得很麻煩 這是基本禮貌吧 他沒有 他不會喔 這個是樹林不對 不可 沒錯 老公是給你貼的 老公很體貼啊 對啊 那你自己呢 多少人想要 你自己也會這樣 飛到哪一個城市 一下 就是一到了 你就一抵達 你就會傳給樹林 這個我不好說 這個你自己說 對 就是你知道有時候我那種 因為我就是 他出去工作 我就是覺得 yes 抗架了 然後我就是都不會看什麼 然後他就會自己傳來 欸 安全降落 然後我就 喔 我就發一個讚 基本上每一次出去工作 我都會一到哪一個城市 我都會安全抵達北京 安全抵達場 我都會說我在哪裡 然後我都會就是發一個圖貼這樣 就好了 然後 沒事就不用聊 然後那兩三天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真的啊 他就沒有再寫東西 也不會回我任何東西 就一個讚這樣 天啊 樹林 沒有啊 因為你會覺得說 平常已經 就是每天就這樣看 就是然後 你去工作 你就專心的工作 專心的陪朋友 專心的上班 幹嘛要 幹嘛要這樣還在那邊聊天 有事再聊就好 比如說 什麼東西放哪裡 什麼東西幹嘛 就有事情聊就好 你老公是巨蟹座 你跟他說一點窩心的話 他會很高興的 好想你喔 這個偶爾一點點就好了 他有時候會過頭 有時候會過頭 有就過頭 沒有就沒有這樣 他最近就乖乖會過頭 會一直弄到我會說 你先讓我安靜一下那一種 真的喔 會不會想要生個老三 問題怎麼看 怎麼樣 不能獎勵 對 他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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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夠了 我倆夠了 大家好 小柔 小柔是覺得什麼事 對 是那邊那一戶嗎 那邊那一戶 他已經刪的啊 是他懂嗎 我不要 但是為什麼最近這麼傻叫 也沒有最近這麼傻叫 幸福 沒有 有一點我覺得他改變很大 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以前就是 常常覺得說 他比如說有情緒來或什麼 就會 我們家整個就烏雲 然後你走進去想說 天啊我該不會被雷劈到吧 就會怕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他就是 他這一陣子的轉變很大 他那個烏雲來的時候 他會自己可能把它吹掉或幹嘛 然後 他情緒比較不會帶到家裡來了 我告訴你這是為什麼 因為小柔是巨蟹 巨蟹如果他有安全感 他就不會有那麼多的霧霾了 那個烏雲他會自己吹山 因為不想影響大家的氣氛 好 加油 好 任格差異大 經常 驚喜變驚嚇 我啦 因為他其實 你很怕驚喜是不是 對 我超怕的 我也是 我完全如果今天人家說 什麼來個什麼驚喜聲是什麼 我真的這樣我會翻臉 我也是 對 我不行 我就很怕 然後他是 他常常會給你驚喜 沒有 他就是比如說 剛開始就是簡單的那種買東西 他會那種 那種 很開心說 我今天幫你買一個包 這是什麼限量的喔 秀款喔 結果一打開我想說 你幹嘛買這個 這這麼重 就整個長得像鞋盒一樣 然後重點還不便宜 我就覺得說 天啊 然後 不是你喜歡的那個樣子 對 然後重點我就覺得很浪費 可是不代表我做這個動作是錯的 沒有錯啦 那是因為他不喜歡 就是變驚嚇嘛 就是然後你又 你剛開始我又不太會演 然後後來就還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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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說 喔 謝謝你 什麼什麼這樣子 然後再拿去推 沒有 重點還不能推 因為不是在 不是在台灣買的 對 然後你就會 放在那個角落 然後他就說 你幹嘛那個都不用 然後你只好就是 偶爾就是你知道 假裝換過去他面前 就是 對啊 領一下 他心疼當然 因為他會覺得 讓你花那麼多錢 才不是 是我沒有買到他喜歡的 你也知道 但後來我現在完全知道了 對啊 因為他現在是 完全會直接跟我說 你不要買東西給我了 對 你給我錢我自己去買 他真的會這樣 因為他覺得太浪費了 買了他又不喜歡或者是 也合理啊 對啊 因為我們事實上素齡現在 已經變成大家的那個 時尚偶像了 指標耶 對啊 所以他的確是很有想法的女生 來再來 某些時刻讓我感到寂寞 你現在還會感到寂寞 不會啦 因為小孩大了 對 就是我嘴巴上講 比如說他們有時候 飛出去的時候啊 他們有時候 有時候小孩跟他 飛嘛 因為小孩 他很完全 他就是很喜歡跟小孩黏在一起 然後我想說 我那時候 他們上飛機那一刻 我想就滿腦子 YES 我等一下去幹嘛 然後等一下去幹嘛 然後等到晚上的時候 我就開始 怎麼怪怪的 會感覺 太安靜 空虛 然後很冷 會慌 可是還好啦 就一天而已 第二天就習慣了 然後第三天他們就回來了 是 也只有在帶小孩出去的時候 比如說出去大概五天 去度假 沒有帶他們 他自己 他才會打電話給我的 是因為小孩 對 要不然他是不會打電話的 這是真的 對 今天呢 曹哥會來是 也另外一個目的 就是要 給我們聽你的新專輯 《寂寞 寂寞 就好》這首歌 《寂寞 寂寞 就好》這首歌 《寂寞 寂寞 寂寞 就好》 《寂寞 就好》 《寂寞 就好》是 對 對 說得也是 但是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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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不好 以前我們寂寞 寂寞 那熱騰騰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 Every day as I wake You'll be next to me With a smile, your touch You're everything You'll complete me I can't believe This could happen to me 最可愛 哎呦,不要急,誰知道你啊 That you wish, you know I will Cause you are all I see With you, I feel so complete I give, I'll give you all of me Cause we, we were meant to be 我不喜歡這種聲音 I don't believe This could happen to me So all that you wish, you know I would give Cause you are all I need With you, I feel so complete I give, I'll give you all of me Cause we, we were meant to be Cause we, we were meant to be Cause you, you're all I need With you, I feel so complete I give, I'll give you all of me I give, I'll give you all of me Cause we, we were meant to be I give, I'll give you all of you Oh wow 這首歌沒有放專輯的 對 這是寫給他的 對,所以 因為我 我的中文不太好 所以我寫了都用英文嘛 所以表達比較準確 所以就寫了這首歌給他 哇 很感動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